彭女士在杭州工作 5月初她和室友看中了西湖区湖畔莲花港的一套房子 上下两层一共160多平方 月租金4100元 现在的房子主要是为了通勤方便 然后卫生我们平时的话也还算勤劳了 所以说都觉得可以照顾得过来 彭女士说房子比较老 有不少家具需要更换 考虑到租金比较低 他们也同意了 采访时彭女士已经给两间卧室换上了新床 能看到卫生间洗手池底下的柜子已经腐烂 墙皮也有几处脱落 彭女士说 目前的状态已经是他们尽力挽救的结果了 整个客厅的这面大墙 还有那个主卧的整个主卧的墙 都是我们花了两天铲掉的 然后花了四个晚上 就是四个通宵这种把墙给刷好的 还有这个次卧的一面大墙 通宵刷的 一直刷到也不算太通宵 就是刷到凌晨4点钟这种回家睡觉 因为我是下午上班了 然后我室友也是 我室友下班早6点钟就下班了 他就过来刷 就是人工也投进去了 肯定是尽力的想要住进来 现在是灯具我们都换了 像油烟机我们也空调都清洗了 如果让我们还要自费去清理 还要重新装一个洗手池 热水器这种有点承担不起 如果把墙都刷了 我们可能在工作的时间上吃不消 目前已经投入多少了 床啊 花墙啊这些 两千块钱 彭女士想要退租 租房合同里规定 以防单方面退租 需要支付两个月租金作为违约金 目前彭女士已经向中介 我爱我家方面交了快两万块钱 包括三个月的租金 押金 以及中介费 中介费还有租金 我们肯定是能承担的 因为违约金有八千两百元嘛 我们不太承受得起 我们可以承担一点点 比如说半个月这样子 因为市场上面正常的违约金 也就直接是 就是承租房不愿意租了 没有其他的理由 也就一个月 我觉得这个房子 应该是双方的原因 那就各承担一半 就半个月的这种违约金 找到我爱我家西斗门店 工作人员表示 可以重新换洗手池柜子等 至于彭女士的诉求 需要再和上级沟通 后来我爱我家客服部工作人员 给记者回了电话 她这边就是租金 结算到今天 然后那个付我们一个月的违约金 剩余的钱款退还给她 彭女士同意了这个方案 这么算下来 她大概需要扣除七八千块钱 此外新天制的床等家具 她也不打算搬走 188黄剑记者报道